我們看一下這個Distory檔案搜尋 其實我相信各位都有用過搜尋引擎 你覺得 搜尋引擎其實是好用 對不對 可是要找你自己電腦資料容易嗎 不容易 所以以前其實Google也好 微軟都有嘗試過一個服務 你們就繼續試看看把它裝起來 我摸講你摸 一起動作 微軟啊Google他們都有做過一個嘗試 就是把自己的電腦 做什麼 全文監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老師或同學有安裝過 我以前有裝過 可是發現 哇這樣非常慢 對因為他幫你做電腦裡面全部全文監鎖 所以你只要 電腦有空他馬上就開始幫你找 再幫你找做鎖引 但是這樣非常沒有效率因為畢竟我們電腦不像超級電腦這樣咻一下就好 所以說你會變成 效能不佳 常常是你要找的他還沒鎖引到 因為太新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搭配這個小軟體來試看看 這個小軟體其實用的是什麼 他利用的就是 檔案系統裡面有的功能 他不是做全文監鎖 但是 他做什麼 資料夾名稱跟檔案名稱的所謂 監鎖 這個是很好用 好 各位如果你安裝完了 你就按finish 他就開始執行 那麼第一次的時候他會問你 你要什麼語言 有沒有 跟我現在這個一樣 對不對 你就告訴他 他有中文 有中文 所以 你不用客氣 你不用客氣 告訴他 你要用中文的 剩下的 剩下的因為老師在現場 就不用教學 謝謝 你家 不了謝謝 因為我會跟你講 我們看一下 來 第一個 你有沒有發生過 什麼檔案 其實 平常各位 我先問一下 你 儲存檔案的位置 請問你會放在哪裡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 不會放在這裡 對不對 以前 SP之前叫做 我的文件夾 你應該都會 我會放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不是你的 你從來都不承認那是你的 所以你不放這邊 但是我必須說啦 其實問題之後 媒體會跟 跟以前的我的文件一樣 你可以指定 就是用捷徑的方式 因為大家以前不喜歡放這裡 就是因為他放在吸食碟 對不對 我系統重灌資料也順便一起沒有 所以大家會很怕 所以你可能放在D啦 E啦 就其他的 那 媒體櫃事實上 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可是大家還是不信任他 所以你就放自己了 好 那 既然你不放這裡 就會有很多問題產生 什麼方式產生 你看 你看 我如果我現在做好這個 新制圖 我要存檔的時候 假設放在我的電腦 請問你 他預設都會開在哪裡 一般預設是不是都開在媒體櫃這邊 因為你不乖啊 你如果乖 直接這邊就直接找到 可是不乖的時候 你就很辛苦打開 打開 你可以知道意思了吧 常常要去找別的地方嘛 對不對 但是 有了這個小軟體之後 你就輕鬆一點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在下面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執行了 有沒有下面多一個 就是你所有軟體的這種對話方塊 不管是存檔或開啟檔案 下面都多一列 有注意到嗎 怎麼辦 直接用搜尋的可以嗎 比如說 像我現在存檔 那我知道我剛剛錄影的影片放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邊打就邊跑出來 有沒有跟搜尋引擎一樣 對不對 2017 你沒有發現我光打這幾個 我就看到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這裡 有沒有雷同的是不是都跑出來了 我們現在搜尋引擎不是之前也是這樣子吧 邊打他內容是不是就先list的出來 電腦版的 手機版這個部分已經取消了 Google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樣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但是電腦版OK 那如果你是要 放到這個路徑 我也不用等他 你看201710 好 我就點一下 請問有沒有自動上面就跳到那裡了 還是你覺得 一層一層慢慢扒開比較尋寶的感覺 你不覺得我們老師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嗎 是不是浪費很多時間 對啊真的啊真的啊 所以 我就覺得很好玩啊 其實我們事實上有些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 因為新制度也是提升效率的一種嘛 那你這樣子我再把它存檔之後就直接跳進去了 相對你開機檔案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這是第一個 很大的優點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時候我這樣一存檔之後 就忘了放在哪裡 這樣也是很人性啊 極用極丟 因為有時候真的確實這樣 比如說你下載檔案也好 或者是 這樣一存檔 糟糕 剛剛那個不知道放在哪裡 要怎麼樣 沒關係 我給你找一下 請問 有沒有馬上找到很多 有沒有找到了 如果你想知道他放在哪裡 按右鍵 打開資料桿 馬上就看到 你家 這樣我找東西 有沒有比你快一點點 尤其你那個磁碟機 或者資料桿很多的 常常會遇到這種問題 我就記得 曾經 有過 可是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 他能夠搜尋的範圍不是全文堅索 但是他搜尋資料桿名稱 跟什麼 檔案名稱 所以如果說你常常用的 我就可以像這樣 你知道我剛剛按什麼按鍵嗎 這個 Ctrl按兩下 兩下 按一下沒用 就好 他就會跳一個搜尋框出來 你就可以打上你的關鍵字 他就會立即 出來說 你的關鍵字裡面有符合的有資料桿名稱還是檔案名稱 那你要打開就直接點下去就可以 有沒有發現這樣又更人輕一點的 把你的電腦變成真的是你的電腦 常常我們說這是我的電腦但是檔案幫你不知道 你怎麼當主人的 怎麼可以什麼都不知道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有常常要用到的某些資料桿 因為你都不信任沒儀貴 如果某些資料桿你常常用到的其實也可以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跟我們那個一般就是瀏覽器一樣 那怎麼樣加 看一下在這裡 在右下角這邊 你看我把它打開 剛剛執行的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其實有沒有拉出來那個沒有關係 所以 你可以按右鍵 在上面按右鍵有一個選項設定 你可以把你比較常用的資料夾在這邊選單 自行加進來 自行加進來 好就加一個比如說我比較常用的目錄 你也可以單那個檔案喔 你看上面有很多種類型有沒有 你可以資料夾也可以你比較常用的 檔案或程式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說我一定要 開到檔案總管去 好 你看我把它加進來 我把幾個我比較常用的資料夾比如說桌面我常用 好 那 另外呢我桌面上剛剛我有放 好這個有一個錄影 再來 我就把我比較常用的 資料夾把它加進來 好這幾個確定了 現在 我如果有需要挑到某一個資料夾的時候 你知道我可以怎麼做 一樣多多兩下 可是右手邊有沒有三顆 這裡有沒有三顆 你滑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我的最愛 也有看到了對不對 各位 他不是只能到這一層喔 你還可以繼續往下延伸喔 這樣是不是就把所有東西都整合在一起了 你不一定要到 檔案總管或 我的那個什麼 開始那個工具列 這樣子的話 我再找 變得相對容易很多 滑過來就可以 我要跳到這裡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自動打開了 這樣子就跟你的檔案總管整合在一起了 你就不用擔心 那個 當然你常用的就可以這樣加進來 那如果 他跟你 還沒有那麼熟悉 還不能變成你的最愛 可是你最近常有用到 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是第一顆 第二顆就是你最近 怎麼 有用過的 你最近有用過的 包括檔案或資料夾 他會把你記錄起來 因為我現在用的不多 所以這邊就沒有 所以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他還不是我最愛的裡面 我沒有加到這裡面 可是你曾最近有用過 你就從這邊再找回來 這樣是不是也是一種方法 有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其實 你透過這個 這個叫做 Listery 其實效果真的蠻不錯的 讓我們在找資料 變得相對簡單很多 相對簡單很多 因為說真的我自己也會啦 偶爾 糟糕 一存檔之後 這檔案關掉 算不定了 那或者說以前我就記得有 可是我忘記了 我們這樣搜尋就快很多 當然還是強調一下他不是做全文檢索 所以 沒有辦法 第二個 他有另外一個限制是什麼 這個部分啊 我想可能平常大家比較少注意看 在你的檔案系統裡面 他 必須有一個前提 我們在電腦上按右鍵 通常我的電腦有沒有 電腦上按右鍵有一個內容 你們要注意一下預設值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應該是那個什麼 磁列機 按右鍵內容 你們可能平常比較不會來這邊看 我們的檔案系統必須要是這種 NTFS 因為這個是微軟 本來就有的功能 只是微軟沒有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別的軟體幫他發揮一下 因為他本來就有所影啊 本來就有所影 只是檔案總法不長進嘛 我們常常現在 都覺得微軟實在是 IE也是不OK 然後那個也是不OK 就是 他的進步跟別人比起來 創新還有進步真的太慢 所以別人就利用他本身就有特性就把它發得更好 所以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請問你的隨身碟能不能找得到 你知道你的隨身碟是怎麼合適嗎 如果你 一拿來就直接用的那一種 通常是FAT32 或者是比如記憶卡有沒有 因為我們要放在相機 你不能用這一種 這種是電腦上可以用 所以 如果你的是隨身碟 按右鍵 我看一下我忘記我的是格式什麼 有這裡 有沒有 FAT32 很抱歉 這樣你打的時候你的清單不會有這裡的 了解 但是隨身碟你是可以 把它格式化成 NTFS 如果你確定我就是在電腦上用 不會拿到其他裝置或者像記憶卡有沒有 我不會拿到其他裝置上用的時候你可以變成 NTFS 就格式化 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有那樣的功能 這樣OK嗎 可以吼 好那我就先把畫面還給大家 你試看看